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这是今天的新闻。 看到张艺兴,王艺博都这么玩命,这档综艺能夺冠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的优秀大家都能看见,不需要解释。很多人对于王艺博的成名录也许还停留在天天向上,和陈情令的蓝战一角上,代表作品不多,走的是纯偶像派路线,说到底还是个综艺咖。 但其实王艺博参加娱乐性的节目还是比较少的,近年一新专注于自己的爱好与演艺事业,没有急于求生,而是不断沉淀提升自己。 2020年,他参与了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录制。 作为一档需要用实力说话的舞蹈竞技类节目,王艺博空降到此担任队长也曾遭受过质疑,耕与寒耕,黄子涛等老队长做比较,被网友们捧高踩低的行为维持了将近五期之久。 对此王艺博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不说废话,只用行动回应。 其实,王艺博就是出身于街舞圈子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演艺事业上小有成就,以至于让观众忽略了此点,从小就接受舞蹈训练的他吃了很多苦头,但他并没有选择放弃,即使进入影视圈也从未停止过练习,不仅基本功过关,在街舞领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讲,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舞者,而后才是一名演员,作为评委而被邀请的他在具备自身素养的同时也涉猎过多个舞众,更是有着专业的点评能力。 对于GoGo组合和hiphop选手的精彩表现,他运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做出犀利点评,而在自己下场的时候,马上在身份上做出改变。 玩音乐的状态感染众人,具有爆发力的舞蹈动作令全场经验毫不吝啬展现各种复杂且高难度的动作。 专业舞者的态度一望而知,全身心投入,把汗水洒在舞台上,让所有人闭嘴。 在第三季节目中,王一博团队里有一个叫步步的国际选手,遗憾的是步步在决赛中失利,没能得到冠军宝座。 这个遗憾同时也在王一博心中埋藏了许久,因此在第四季归来后,王一博再次邀请了步步参加,希望能给两人都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抽盲盒时,王一博幸运值炸裂,选中了步步,同时也抽中了亮亮,夜音,AC,TOTBASH,李春琳等各有风格,颇具实力的舞者。 在接受采访时王一博也直言,已经赢过了一次,第二次参加还是希望以学习为主,竞赛为辅,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参赛,专注于舞蹈本身。 平凡的努力造就不平凡的人生,知道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人也知道这不赠。 一开头的宣传是四位队长录制的微电影,但我们不知道的是,王一博邀请夜音一起为微电影编舞,同时要求不断增加难度。 对接触过的或者没接触过的高难度技巧动作有了更多想法和创意,坚持只增不减的质量。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幸能看见那样震撼人心的舞蹈,可能在我们看来不过短短十几分钟。 可是在拍摄当天王一博却连续跳了四十多遍,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这份惊人毅力和作为一名舞者对舞蹈的热爱令人钦佩,在节目和采访中都不难看出他其实只是拥有着酷boy形象的阳光大男孩。 对舞蹈的热爱和对职业的专注力令他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位置,老品牌偶像,看他如何带给观众更多惊喜。 张一星与王一博同样是在街舞第三进入著节目的,虽然在演艺方面经常会接收到一些不被看好的言论,近期的扫黑风暴也同样被诟病。 但论唱跳方面,张一星进入街舞那是众望所归,也是节目里绝对的实力担当。 以中国象棋为灵感的battle比赛中,张一星和王一博就进行了locking对战,在赢得在场一致好评之后进行下意环节,王一博和hip hop舞者亮亮配合,默契感满满。 解锁气氛担当组,张一星也选择了与越南的世界级舞者共舞,组合计看得人眼花缭乱,短短几分钟根本看不过瘾。 而在点评环节,张一星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称赞,他对阿布丽评价道,他们的所舞平衡非常酷,虽然只是跳了一小下,但也无时无刻都散发着性感味道,甚至在最后用一起绝尘这个词概括了自己对他们的直观感受。 一直以来,张一星都致力于不断突破自我,他为了编译曲是和自己又满足大众的舞蹈,不吃不喝一整天都泡在舞蹈室,在节目中即使接触的是自己不熟悉的舞种,也能让观众们有一种他学什么都很快的感觉。 他参加的每一期节目都能够游走于专业和实力之间,又时刻不忘文化输出。 一舞中了之后,向全体外国有人行报权利的行为不失国人风度,让观众们时刻感受到什么叫做国风,什么叫竞技,什么又叫做礼仪之邦。 他舞蹈的也性与国风相互融合,舞蹈风格独树一致,自信又强大的他,拥有着完美的舞台素性,在思想道德与人品方面也完全不属于任何艺人。 如今两位队长已经成为了街舞的招牌,打响了名号,在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王一博,张一星依然热情高涨,精力充沛,舞台上完命的表现竞选街舞Battle精神,用过人的实力延续了街舞一贯的高评分,高水准。 看到队长们都这么拼,一众舞者更是不甘人后,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尽显其能,这当让人热血澎湃的高质量综艺,能连续14天拿下热度冠军,我是一点都不奇怪,这才是真本事,真功夫。